家人陪妹妹吃火锅 可她竟为了一点小时 就指着服务员的鼻子骂 服务员气得提着一壶开水 就朝她脸上泼 妹妹伸手就拽着我挡在她前面 我全身烫伤80% 后来他们给服务员血量解书装好 还打断我的双腿拍视频发网上 看不下去的网友 就不停给他们转账捐口 我越惨网友捐的钱越多 他们成了网红 而我却被他们活活折磨死 再次睁眼 妹妹正在骂服务员 我没有拦着 快速去了洗手间 上一室 父亲端着一股滚烫的油朝我的身上泼 妈妈和妹妹用铁链锁住我的四肢 不让我动的 呼吃 一股肉香传来 我的身体瞬间飞红 大片大片水泡冒了出来 我大声惨叫哭着求他们饶了我 妹妹笑嘻嘻说道 哥哥 你就忍一下 我们很快就能挣大钱了 妈妈轻轻叹了口气 没想到他们喜欢惨了 你的烫伤不够惨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再挣五千万就收拾 我用力挨喊着 眼里全是仇恨 这就是放在心肩肩上的家人 爸爸一巴掌朝我扇来 你命都是我给的 不就泼个油吗 又没要你的命 叫个屁叫 我死死瞪着他 恨不得爬起来弄死他们 居然敢瞪你爹 老子打死你 我爸拿起旁边的棍子就朝我身上招 刚刚起的水泡瞬间化为血水四处飞溅 我痛得无法呼吸 妹妹却见嘻嘻说道 哥哥 你怎么能瞪爸爸 他给了你生命 你就不能听话一点 我死死瞪着他们 然后被轻霸活活打死 我笑了 这次该他们下地狱了 妹妹刘小嫣满脸嫌弃 你是不是眼瞎 没看到汤都烧干了吗 拿着工资不干活 信不信我让你们老板把你开了 刘小嫣永远都是这样 得理不饶人 从来不吃亏 服务员小声解释 不好意思 现在太忙了 我马上去厨房拿高汤 刘小嫣冷哼一声 就你这样 一辈子都只配当一个服务员 她满脸鄙视 似乎在看一个垃圾 服务员看了刘小嫣一眼 转身就走 刘小嫣见服务员不理她 拍着桌子让服务员 喊他们经理过来 可我知道 等会过来的不是经理 而是一壶滚烫的开水 我抬头看向厨房 那个服务员慢慢走了过来 我笑眯眯看着妹妹 拿起身边的手机 我去下洗手间 刘小嫣撇撇嘴 捂着鼻子满脸嫌弃 似乎她是仙女 从来不会拉屎一样 我点开手机录音 快速朝洗手间走去 刚走到厕所门口 就听到刘小嫣的惨叫 真惨啊 比我上辈子叫的大声多了 我没有立马转身 淡定的进了卫生间 柳熊起 快回来 是我妈的呼叫声 回什么回 我还得上厕所呢 救命救命啊 杀人了 刘小嫣撕声力竭喊着 外面一团乱 我用冷水冲着脸 不急慢慢来 上辈子我受的罪 我会一一回经理他们 等我出来 刘小嫣正在鬼哭狼嚎 妈妈坐在那个服务员身上使劲揍 经理在跟爸爸不停道歧 上辈子他们可没有这么激动 至少服务员没有挨打 他们只是不停的嚷嚷着 让火锅店陪起 看到我过来 柳小嫣端起火锅盆朝我泼来 她大声吼道 柳熊起 你为什么要离开 凭什么救我一个人烫伤 我快速往旁边跑开 你谁啊 哪里来的丑八怪 静党胡乱伤人 你肯定有病 我马上打电话 让精神病院抓你 早就猜到她会不甘心 我躲得很顺利 可是身后的人却遭了殃 滚烫的红汤火锅汤底 全部泼在一个老太太身上 啊好痛 救命 她当说完就晕了过去 她身后跟着两个中年女人 大声喊道 妈 随后 一个照看地上的老人 一个去喊她的家人 片刻之后 四个壮汉出现在柳小嫣面前 柳小嫣吓得连连后退 爸妈立马挡在她前面 他们恶狠狠看着我 柳小嫣不敢好道 柳熊起 你为什么要躲 我明明泼的是你 都怪你 你要是不躲 她会受伤吗 她转头对着四个壮汉说道 你们让她赔钱 这里有监控 还有很多人在录视频 是谁泼得一亲二准 她留小嫣想赖也赖不掉 妈妈哭着说道 小嫣已经很可怜了 你就帮她一次好不好 好个屁 我满脸笑容 不可能 她自己没安好心 自作自受 活该 刚说完 外面的救护车来了 他们着急忙慌去医院 我没跟着去 我的脑海里全是他们绑着我 打骂我的画面 在为我吃了安眠药深睡时 他们开直播卖餐 他们把我身上的烫伤 全部录给网友看 获得心善人的打赏 还见了很多群 每天发我的惨状 看不下去的 就不停给他们转张 他们这种人 没点装备 绝不能近距离接触 我挨着问路了视频的人 让他们转发了一个给我 主要是刘小嫣 破人的精彩瞬间 这次 我倒要看看 他们怎么装可怜 我买了三个监控 安在家里隐蔽的地 然后收拾好行李 回了学校 还有半年毕业 准备去实习的单位 父母都知道 我决定放弃这份工作 趁在学校安全性高一点 我要努力武装自己 我在网上买了一堆防护用品 环抱了学校社团 一对一的跆拳道和散打 刚跑完步 我妈就打来电话 你妹妹在人民医院 你赶紧过来帮忙照顾 她理智气壮的命令 我抬头看着天空 脸上全是冷漠 情不自禁想起上辈子 我一个人待在医院 他们忙着要赔偿 连个护工都舍不得起 到了刘小嫣 所有人都必须围着她转 看我没回话 妈妈大声吼道 柳雄起 你还是不是人 现在立马打车过来 我滴滴笑出了声 你难道忘了她端起火锅 往我身上泼的事了吗 我又不是圣公 怎么可能照顾想要我命的人 柳小嫣 她活该 妈妈愤怒了 我听到有杯子碎裂的声音 柳雄起 你是哥哥 就不能大肚一点吗 小嫣又不是故意的 就是这句话 从小到大我听过无数次 我淡淡回道 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人 凭什么要让着她 你是她亲妈 这是你的责任 你自己照顾吧 妈妈在电话那边 大口大口喘了粗气 似乎没有想到 乖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过了片刻 她悠悠说道 你爸还在警局 你帮我拿一下 洗漱用品好不好 不好 我今天被刘小嫣吓坏 现在不想见到你们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他们根本不配为人父母 在我这里没有一点信用法 见到他们 我甚至想亲手弄死他们 半个月后 我在监控里 听到他们想把我卖进大山 用卖我的钱给刘小嫣擦屁 本来想一跑了之 可我不甘心 脑子里闪过一个计划 第二天 辅导员在跆拳道社团找到我 说我爸妈在学校门口 看起来很焦急 让我赶紧过去看看 我乖乖点头 我上完跆拳道的课 才慢悠悠出去 那两人坏得很 我兜里揣着迷眼喷雾和电壶棍 校门口 等了一小时的爸妈脸上 全是怒气 看到我出来 他们脸上立马扯出 尴尬的笑容 我隔着大门淡淡看着他们 妈妈柔声说道 我们来接你回家 笑死 我什么时候有家了 我摇摇头 马上要毕业了 我正在写毕业论文 实在没有时间回去 爸爸死死瞪着我 杨起手就想打我 柳雄起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我信 上辈子不就是被他活活打死的吗 他这种人有什么做不出来 妈妈拉住了他 我知道你还在怪小燕 你们都是我孩子 谁受伤我都舍不住 小燕烫伤很严重 他毁容了 你就原谅他吧 怎么可能原谅 他们我一个都不会原谅 我冷冷说道 他又没泼到我身上 有什么原谅不原谅 一个陌生人而已 他怎么样管我什么事 爸妈瞬间脸色变得难看 爸爸又把手凉了起来 这次妈妈没有拦着 我快速往后躲 现在我满了18岁 你们不用再抚养我 等你们老了 我会给最基础的赡养费 至于刘小燕 我对他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 爸爸快气疯了 他刷了身份证进校门 朝我快速奔来 妈妈在后面大声喊道 你别刺激你吧 他有高血压 高血压 要是能刺激死他 我做梦都得笑醒 这半个月 我天天围着操场 跑二十几圈 今天 我跑死他了 跑了几分钟 爸爸在后面大声喊道 前面的同学 他是小偷 帮我拦住他 这人还是这么不要脸 我大声回道 我是大四公商管理系柳松起 后面的人是人贩子 大家帮我报警 旁边有两个同学认出了我 大家快帮忙把人贩子抓住 瞬间 正义感爆童的校友 立马拦住了我 我爸眼睛气得通红 我是他爹 亲爹 四周的同学不乐意了 他们纷纷说道 有说自己儿子是小偷的亲爹吗 他肯定在说谎 这男人眼神凶狠 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 天哪 他兜里居然有一把水果刀 大家小心 没想到他随时带着水果刀 大概是用来对付我 我懒得理他 看向他身边的校友 同学 帮我看看他身上 还有没有其他危险东西 这里是学校 我担心你们安全 同学们很给力 分分钟搜出来一块手帕 还有一瓶透明液体 爸爸使劲挣扎 他满脸愤怒 你们这是在犯罪 我要告你们 还要告你们学校 让学校把你们都开除了 他这是在威胁在场的所有人 我冷哼一声 这是学校 你身上有危险物品 你就是个危险人物 我们这是为社会做好事 这时 一个好奇心特众的同学 拿起手帕就闻 没等多久 他整个人晕乎乎的 随后直接往地上倒 要不是旁边同学及时接住 肯定要摔得四仰八叉 我爸慌了 他趁大家还在惊讶时 挣脱了拦住他的人 我快速喊道 同学们 他要跑了 快抓住他 刚跑几步的男人又被抓住了 这次他被压得死死 正想拉着他往校外走去 我妈来了 他恶狠狠看着我 柳熊起 你还是不是人 他是你爸 你居然这样对他 他转头对着压着我爸的同学大声吼道 你们赶紧放了我老公 不然我要让你们好看 我警告你们 我们年纪大了 经不起你们折腾 不得不说 我妈说的话威胁到同学们 现在这个社会 最怕被老人讹 家里有再多的钱也不够贪欲 我冷冷说道 他们是坏人 我们这是见义勇为 这么多证人 他们说几句就能翻天吗 如果他们真的出了事 我负责 大学生的正义感又爆发 几个女生把我妈也一起压上 我爸妈骂得更难听了 同学们却开始给他们讲道理 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搬了出来 爸妈压火了 只是时不时的瞪我一眼 出了校门 两个警察走过来 爸爸慌了 他朝我食眼色 我笑了 你要水果刀都拿来了 还想我说好话 他在想批吃 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警察冷冷挑了一眼我爸妈 我妈喊着冤枉 警察同志 他是我们儿子 我们怎么可能害他 爸爸满脸愤怒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们谁也管不着 我哽咽着声音说道 警察叔叔 他们想把我卖去缅甸 我好怕我觉得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能帮我查查吗 爸妈愣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果然有问题 怪不得对我这么无情 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 柳雄起 你有没有良心 我们养了你二十几年 你就这么对我们 你这种白眼狼 一定会下地狱的 他们把我活活打死 就叫有良心 该下地狱的是他们 不管他们怎么辩驳 拿出水果刀迷奥后 我们一起去了警局 爸妈还想狡辩 可惜一群大学生作证 他们都被带进了 小黑屋分别审 我抹着眼泪 一点点分析 他们不是亲生父母的理由 最后还把刘晓燕 泼火锅的视频拿了出来 当时那三人骂得很难听 一点亲情也没看出来 虽然一张亲子鉴定 这种证明 但我更想知道经过 两个多小时后 我爸直接被拘留了 今天的事 他把所有责任 都懒到自己身上 而我的身世 他们似乎早就统一了口径 在垃圾堆里捡了 可我不信 刚出警察局妈妈拉住我 现在是养母高书分 她满脸产位 妈妈求你写个谅解书好不好 我轻轻笑出了声 我没有妈妈 我就是一个孤儿 你们这些年怎么对我呢 哪来的脸让我写谅解书 从小他们就让我牵让妹妹 家里的家务活全是我干的 吃穿都是妹妹不要的 活得像条狗 我高中就开始兼职 挣的大部分钱 都被他们拿走 大学偷偷多做了几个家教 才存了一点情 高书分愣了一下 然后扯出一丝干大的笑容 那天晚上在下雪 要不是我们捡你回去 你应该早就没了 我们养了你几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就写一个谅解书吧 不可能 打死我也不会给他写谅解书 看我没有说话 高书分砰的一声跪在地上 我快速躲开 死过一次后我怕被他折瘦 高书分哭着说道 秦家让我们赔五十万 小燕整容还要一百万 你爸是家里的顶梁柱 没有他不行呀 整容 想得美 上辈子他们从来没有提过整容这个词 我冷冷说道 把房子卖了呗 又不是赔不起 高书分使劲摇头 不行 那是我们的命根子 死也不能卖 所以把我卖了就可以是吧 真够双标的 我似笑非笑看着他 那就让刘晓燕去当大网红 他这么惨肯定有人愿意捐钱 高书分眼前一亮 他急切问道 怎么才能当大网红 我笑了 这次 我想看看他们是选女儿还是选钱 我笑咪咪说道 把他身上的烫伤发到网上 越惨越好 如果想火得更快 就给那个服务员写个谅解书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 刘晓燕肯定会成为网红 这些都是他们上辈子做过的事 这次终于轮到刘晓燕享受 可我才回学校不久 高书分就打来了电话 你怎么跑那么快 你脑子那么好使 赶紧回来帮帮我们 看看他说的这些话是多么的不要脸 要是被拉回去还能有好果子 是 我则是淡淡回道 不不不 刘晓燕是个聪明 他肯定知道怎么做 对了 既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以后没事就不要联系我 听到我说的话 高书分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 什么难听骂什么 我乖乖听着 时不时的发出惊讶 悲伤 难过的感叹词 看他骂得差不多了 我悠悠说道 本来我是想给柳国强写个谅解书的 但是听你骂了这么久 我想通了 你们这群坏人就不配得到我的谅解 高书分沉默了一下 然后惊声尖叫起来 我错了 我刚刚是被猪油蒙了心 我扇自己两巴掌 好不好 你就原谅我们行不行 我听到对面啪啪的巴掌声 也不知道是真善还是假善 高书分则继续哽咽着说 你人那么好 肯定会原谅我们的吧 你回来我们一起做大网红 当他们上辈子 把我舌头割下来的那一刻 我就不想当好人了 我当够了被他们打骂的工具人 听见我不说话 高书分愤怒的吼道 柳伯起 你这个贱人 你不得好死 挂了电话 我就打开了监控 只见高书分正坐在沙发上 生着闷气 他恶狠狠说道 明天我再去趟学校 一定要把他骗回家把他打残 让他去当大网红 刘晓妍则是把脸藏在帽子和口罩里 只露出一双阴冷的眼睛 他凭什么能好好上学 他怎么能过得比我好 他必须比我惨 妈 我不甘心 我要弄死他 高书分文言则是把他搂进怀里 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小妍你放心 我们把他弄残点 然后让他赚钱给你整容 刘晓妍冷冷的说道 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明天把他骗回来 先把舌头割 原来上辈子 我是因为这个原因 被他们割了舌头 早就知道他们很坏 可没想到这么坏 看完我后背 则是冒出一层冷汗 我想把监控拿给报警 但最多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处理 而柳国强被拘留的主要原因是迷了 至于其他的 毕竟没有造成多大伤害 警察也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紧接着我把所有银行卡查了一杯 加在一起总共有5526元 变真考虑了一下 我还是决定跑路 实际上要是有钱 我重生那课就跑了 都是穷冒的 跆拳道和散打 都是学校给的友情家 不然明都报不起 我去找辅导员说清楚今天的情况 然后把家里的事也透露了一些 辅导员听完叹了口气 你放心 这里是学校 他们休想欺负我的学生 上辈子我被毁了 就是辅导员带着同学们 鼓励我走出阴影 我红着眼睛看向了辅导员 李老师 我不想跟他们过多纠缠 毕竟他们养了我20多年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小队 闹不赢的 外人肯定会说他们不容易 让我大肚一些 毕竟站着说话又不要疼 只要他们装装可怜 大家只会同情作者 辅导员听完则是让我安心离开 学校的是他会处理 然后我连夜就收拾行李离开了 我坐先是动车去了成都 然后又坐大巴到了贵阳 为了最快找到包吃包住的地方 我直接选择进场打螺丝 至少感觉还不错 没人在旁边骂我自演狼 我妈去学校找了我好几次 但都无功而返 她找辅导员呢 然后理直气壮问他要人 幸好老师傻也没说 直接选择报警厨余 有些人你跟他扯不清 你说一句 他能反驳你半小时 了解完情况后 警察给我打了电话 我哭着说他们想把我卖了 不跑等着他们把我卖了吗 他们是养了我 可我从来没说不给他们养老 我已经满18岁了 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高树芬听完则是在旁边骂我 我嘴角上扬 声音冷淡地说 你看这样的父母我回去干什么 我又不是受虐狂 挂了电话后 我去外面吃了顿火锅庆祝 一周后 我在网上刷到了刘晓烟装可怜的视频 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金钱 视频里刘晓烟露出了他大不存烫伤 看起来十分恐怖 他哭得梨花带雨 缓缓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最后还问大家 要不要给服务员血量解书 网友一边同情刘晓烟一边骂服务员 视频一泡而红 一夜之间涨粉20多万 不错 真不错 我都忍不住给他点了个赞 一定要站得高一点 摔下来才会愣疼 第二天刘晓烟直播写量解书 边哭边写 还把支付宝账号发了出来 希望网友能捐款 高书芬也是在旁边轻声说着他们不容易 顺便把柳国强去找我 却被我送进警局的事也说了出来 他当然没有说出迷药和水果刀的事 只是说想让我回去陪陪刘晓烟 却被误会送进局子 网友全都被他牵着鼻子走 因此被网报的人又多了一个我 本来想让他们多开心一段时间 看来现在没必要 过了两天 我听说他们把谅解书给了服务员 捐款也达到两百多万 我立马把刘晓烟骂服务员的视频发了出来 还有他后面端着火锅汤底扑人的视频 佩文则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买了一千块钱的流量 还去刘晓烟的视频下评论拉糊涂 很快我发的视频也跟着火 刘晓烟的视频也被骂惨了 网友恨透了把他们当傻子要钱的骗子 刘晓烟哭着说那不是他 肯定是有人练合成的 他还猜是那个服务员干的 毕竟他当把谅解书送出去视频就出来 高书分抹着眼泪问大家 我们不想当好人了 能不能把谅解书要回来 这个视频让网友态度又变了 居然有一半的人还在支持他们 但仍有小部分吃怀疑态力 剩下的都在骂他们装白莲花 我不懂他们在挣扎什么 当初拍视频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我手上都有五六个角度的视频 也许他们觉得网友太傻 谁惨谁有脸 毕章大家只会同情若诚 我又上传了两个其他角度的视频 佩文 现在的恋爱都这么智能了吗 连角度都能变 还没等我再发几篇小作文 服务员就现身了 他直接甩出来火锅店的监控 他还晒了几张微信聊天记录 里面都是刘晓嫣威胁他的记录 最后还有几段60秒语音 都是刘晓嫣对服务员的人生攻击 佩文 我宁愿去坐牢 也不想被他辱骂 我脾气暴躁 但泼的是该泼之人 这下子刘晓嫣十张嘴也解释不了 我发消息给辅导员 让他把柳伯强去学校闹事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没多久 柳伯强和高书分大闹学校的视频 就出现在了网上 当时录视频的同学混合 各个角度的都有 还有同学在最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被迷晕的同学也说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最后告诫网友们外出一定要小心 连亲人也要留个心眼 随后辅导员又发了一个视频 他说柳伯起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学生 我们会尽力保护他的安全 从警察局得到的消息 证明柳伯起并不是他们亲生的 而是他们从垃圾堆里捡的 这次来学校就是想把他鸣晕 然后五十万卖到大山里 刘晓嫣顿时慌了 随即他站在天台开了直播 高书分哭肿了双眼 在旁边不停劝刘晓嫣性开点 看来这是要以死证清白 不过我可不信 他这样做只是想让所有人妥协 就算他错了 你们也得谅解 不然就是逼死他的凶手 刘晓嫣对着直播说道 你们就不能相信我吗 是不是我死了 你们才会相信 弹幕有一半都是在骂他 让他赶紧跳下去的不少 网友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了 刘晓嫣哭得很伤心 如果我死了能让你们开心 那我去死好不好 高书分怎么可能让他去死 他抹着眼泪 哽咽着声音说道 要死就让我去死 我今年四十八了 已经活够了 你才十八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 还没当过妈妈 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刘晓嫣听完则是连忙摇头 脸上布满了泪水 但已经毁容的脸 看起来异常恐 不得不说他演得挺像回事 随即又有部分网友 同情可怜他 还给他找了很多借口 比如他性格直属 没有坏心思 还有说消费者就是上帝 骂服务员怎么了 甚至有说他还小 毁容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要给他一个重新改过 刘晓嫣看着评论哭得更凶了 然后可怜嘻嘻说道 我是骂了服务员 可他整整半小时不加汤 我就不能说两句吗 难道我们消费者 就该被服务员用开水货吗 我有什么错 网友一听 好像觉得刘晓嫣说的挺对 他只是脾气火爆了一点 瞬间评论区 大多数网友又选择了支持他 刘晓嫣这次演出真的很成功 没过多久警察来了 还带着柳国强一起过来 柳国强颤抖着声音说 小嫣你快下来 爸爸不能失去 刘晓嫣看着评论都是支持自己的 胆子也变得更大了 哭着说自己很委屈 过了一会后 他眼泪都快流干了 然后他又用手擦了擦眼睛 刘晓嫣的粉丝也成功突破 可身体却一动不动 网大网友们听完后 纷纷给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掌借口 最后还刷了很多礼物安慰他 这三人的表演很成功 刘晓嫣的粉丝也成功突破到了一千万 等他们关了直播 我打开了监控 果然没一会他们回来了 高书芬满脸得意 这主意不错吧 是我想出来的 当才的直播收了快一百多万的礼物 支付宝账号还有傻逼不停肘账 刘晓嫣则是扯出一丝恐怖的笑容 还好有洋葱 不然我真的哭不出来 要不是我演的好 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吗 柳国强听完则是哈哈大笑 不错不错 还是我女儿聪勿 不过柳国弃我要让他死 这个人居然敢这么对我 要不是算命的说养子会带来孩子 我怎么可能养他 而且老子养了他二十几年 把他卖了怎么了 高书芬也连连点头 我们再挣几千万就把柳国弃卖去连店 然后出国消酒 对对对 中国的网友太好骗了 我装装可怜几百万就到手了 我看着手机笑了笑 随手把他们的语音发到了网上 画面没放 他们还有肖像权 一投诉就没了 整整三分钟的语音 里面骂网友的话最多 也不知道墙头草的网友们会不会生 气 我在评论区发了一条消息 里面有一张一千块的转账记录截图 配文 原来 你们是这样的人 这是非法集资 以报警处理 没多久 视频火了 捐款的人都在评论区发了截图 都说要告他们 刘晓妍的视频下 全是骂他们的 毕竟谁也不想当傻子 那三人慌了 连忙发视频 说语音是合成的 他们很可怜 大家误会他们了 只是 这次再也没有人相信 大家把火锅店里的语音做了对比 的确就是他们 一家 刘晓妍在家里发疯 高书芬打电话报警 说是有人 潜入他们家 不然语音怎么 来的 很快 警察把他们都抓走了 不是因为他们报警 而是无数网友告他们急资诈 骗 这次 高书芬和刘晓妍被关了进去 柳建国因为没参与 被放了出来 当柳建国在家砸东西的时候 有人进了屋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被人捂住嘴 拖到厕所 那人音测说道 妈的 因为你 我的老大进了监狱 还把我们所有钱都收 走了 老子现在连老婆儿子都养不起 老子弄死你 柳建国死了 被剁成一块一块扔进下水道 要不是楼下的管子堵塞 可能还不 会被发现 刘晓妍疯了 精神看起来十分不正常 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只是后来 那个服务员去精神病院工作了 我去看过她一次 是真的疯了 两百斤的大胖子 整张脸异常恐怖 能把鬼兜 吓坏 而且 她身上很多心就伤痕 看到人就缩在角落里 嘴里不停念乐 我错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看到她这样 我就放心了 高淑芬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们的钱全部被冻结 一分不胜 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警察联系过我 说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 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 不想有过多 牵扯 我想 我应该很难再信任一个人